台单局领导人蔡英文多次声称要处理党内假新闻,然而她本人却搞错新闻事实,冤枉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柳怡,趁她曾抹黑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的爷爷, 然而蔡英文却搞错了人,是抹黑苏真昌爷爷的其实是媒体人唐湘龙,蔡英文事后被讽制造假新闻,蔡英文所6月到新北复选,图片来源,中时电子报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,0月8日报道,蔡英文6月到新北市复选,期间批评侯友谊称,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,绝对不是个好市长, 而且蔡英文还说,侯不仅抹黑民进党新选人苏真昌,就连苏的爷爷也不放过,蔡英文歌声称这种造假真的很不好,民众要在真的会做事跟造假抹黑中做选择,这样的选择真的很容易,要选真的? 然而,侯友谊去日卫文的此事时傻眼反问,他苏真昌公是谁? 我不知道,侯友谊中此前为发表苏真昌的一页是汉奸等言论,图片来源,台湾联合报,蔡英文所说苏真昌主妇被抹黑一事,发生在9月15日,媒体人唐湘龙当天在正论节目首堂战情是忠诚,苏真昌的祖父苏云,因是害死抗域英雄灵伤猫的汉奸,屏东限制上面都记得很清楚, 一个叫苏云英的,不就是你苏真昌的祖父吗?但台湾事后查证,屏东限制人文,并无提及苏真昌祖父等人,提供日军情报打击林少猫的事,屏东,限制作者也表示,书中没有任何隐喻及评论,仅针对人物进行介绍,很多读者会自己引用,衍生,尽管苏真昌祖父是汉奸一事,并没有充分的公开资料来证实, 但千舍抹黑一事,的是唐湘龙而贼侯友宜,岛内绿媒在事件前后,也都聚焦在唐身上,而不是侯,唐湘龙曾在政论节目中,谈起苏真昌的爷爷还没截图,然而,屡次高调表示要倒击假新闻,得蔡英文此次开炮确保错对象,也让岛内民众校班,有网友提文说,把唐湘龙的事,赖到侯友宜身上,民进党可以再白吃一点,九月讲的, 蔡现在才反应,还搞错对象,这回合我姓侯友宜,更有人直言,蔡英文一直要民众小心假新闻,结果自己说了这个假讯息,抓到了,蔡英文知道假新闻,至于苏真昌,则有人讽刺他说,你是不是说不起输不起?